《山寨探案》十六 渴望感受家庭溫暖 梁家傑1981年在香港出生 在家獨生子 爸爸梁少在梁家傑六歲的時候 與妻子離婚 兩夫婦都沒有撫養梁家傑 加了給鄰居河伯照顧 每個月給幾百元河伯 梁家傑十四歲升六中二的時候 何伯在學業上沒有辦法教到他 將他交給兒子和師父照料 梁家傑的媽媽每個月探兒子一次 每次只坐一陣留下幾百元 何伯搬家後 就與梁家傑的媽媽失去了聯絡 1996年梁少體弱多病 沽苦無醫 十五歲梁家傑 一直渴望感受家庭溫暖 主動回到梁少身邊 加以照顧 兩個人在屯門山景孫童住 梁少想申請中緣 但梁家傑反對 為了維持兩個人的生活 梁家傑到中三就沒有再讀書 直到九點到晚上八點 在石油氣公司做搬運 每個月收入六千元 三千元給了爸爸 交水電費屋租雜費之後 剩下千多元零用 梁少很喜歡喝酒 梁家傑買了十全大寶酒給他喝 梁少很喜歡出家吃飯 梁家傑都經常陪他喝茶 梁家傑的收入是不喜歡支持這種揮霍 漸漸債台高速 他為了增加收入還債 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在區入屋院做清潔工 每個月收入二千元 執子皮每個都分六百元 梁家傑做清潔工的時候 經常被人欺負 清潔女工 逢兆鑑看不過眼 兩個人上契 梁家傑叫逢兆鑑做鑑醫 2009年2月1日 社福利處調供中援金額 年滿六十五歲的梁少 每個月可拿到中援超過四千元 梁少為免兒子太操勞 有意申請中援 梁家傑認為應該自食其力 不應該增加社會負擔 現在做兩份工 每個有八千六百元收入 以前欠他的債項都差不多還了 梁孤子的生活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梁少追看電視 2009年7月 梁家傑分期付款五千九百六十元 買了索尼三十二寸高清大電視 梁家傑為怕梁少申請中援 更加增加SKAT分一號 8月13日 他給上司扣起三十元的紙皮錢 他感到很不開心 但又不敢讓上司爭取 8月14日晚上八點鐘 梁家傑放工回家吃飯 梁少申請下架床的床邊 再度提出申請中援 上門吵架 梁家傑忍不住 用手推梁少申肩一下 梁少申失去了重心 頭部撞在床架上流血 梁家傑馬上扶他進廁所 幫他抹血 梁少申請不用看醫生 幫他下架睡覺 梁家傑之後來家做清潔工作 晚上曬點幾 他回家 梁少申已止血 但神情很痛苦 頭上枕了兩個枕頭都染滿了血 他叫梁家傑把兩個染血的枕頭 扔在工作壓縮桶 梁少申和梁家傑說腹痛 腹痛是腦出血的警號 梁家傑就被梁少吃死痛藥 15日來晨三點鐘 梁少在床上滾到地 他仍然清醒說要去廁所 梁家傑就幫梁少去廁所 扶梁少回家假床 梁少睡著之後 梁家傑在上隔床睡覺 梁家傑聽到寵物墮地的聲音驚醒了 在上隔床向下看 梁少睡在地上 梁少平日都喜歡睡地板 梁家傑不以為意 只有天安睡醒時 才發現梁少不醒人士 8月15日後 梁家傑報警 說父親梁少在家中暈倒 救援到場 65歲的梁少已經沒有呼吸密搏 法爾嚴試時發現 梁少頭頂有一條十厘米長的損傷 不過沒有骨折 腦部皮層有大量出血和腫脹 法爾推斷 梁少碰到鈍物導致頭皮受損 力度雖然不足以導致骨折 但足夠傳入盧裏 對腦部造成嚴重震盪 腦部停止運作後 傷口附近腦組織大量出血 受傷後 幾個小時後死亡 如果能及早送丸或得救 梁家傑對探員說 對梁少爲為何會受傷 毫不知情 探員的單位被家屋假腸下駕 發現血跡 梁家傑改後說 請晚下班回家 見梁少爲頭部流血 探員認為案件有可疑 將梁家傑帶回警署調查 梁家傑在警察中情緒激動 跟探員說 前一晚被梁少爲鬧 很生氣之下推倒梁少爲 梁少爲頭部 撞到一張下駕的床架 受傷流血 重申無心之濕 並不是有意傷害梁少爲 探員以謀殺罪名 拘捕梁家傑 梁家傑直接承認謀殺 探員為他錄取警戒口供之後 認為他有自殺傾向 梁家傑沒有原諒自己殺死父親 還拿黎智國修下所期間 企圖自殺 在修下所中 梁家傑仍然難逃被壓迫的壓运 幫忙掃地倒水 獲得食物獎賞被人搶走了 一些年紀大囚犯 怕黑 沒法子睡覺 靜交處要找囚友陪他們 梁家傑一定被選中 2009年11月 和聲黃鴻君 何國柱 即四眼柱 被警方臥底舉報 處謀收取保護費 還押荔枝國修壓索 何國柱對梁家傑遭遇 心表同情 出手相助 何國柱說 入面什麼人都有 有些有明網江的朋友 就不會欺負他 有些踢球都故意散他 他很慘 被人呼呼喝喝 又沒有人拜身 食物被人搶走了 只是縮在一邊 這樣看不過就幫了 說真的 他是唯一一個 無端無端幫的 何國柱離開修下所之前 和女朋友交代 幫他照顧梁家傑 一時回收入所探望他 買入用品給他 每個禮拜用一千元 向懲教署申請 讓梁家傑吃到外面送來的私家飯 何國柱和乾媽不斷鼓勵 梁家傑不要放棄自己 梁家傑改變態度 振作起來 梁家傑寫信給何國柱 說他好像他的父母一樣 何國柱就說 他說我是他好朋友 哈哈 你們最好不要提我 廢所官不會和江湖人物一齊 不要害他 2010年9月10日 梁家傑在高院嚴重庭 承認誤殺罪 控方接納 現況大律師謝致號 向法庭呈交多封求情信 大律師和梁家傑求情的時候說 這案並不是一般的家暴事件 而是最悲傷案件 梁家傑童年生活坎坷 和爸爸很不容易才可以相聚 父子感情很好 梁家傑想不到 無心一推就造成嚴重的後果 事後應是怕一直不敢報案求助 一直都悔教不已 梁家傑一直對父親盡孝 這次案件完全違反他的常態 犯案之後即時承認罪責 律師嘗試跟他解釋 驗屍報告可能對他有利 梁家傑仍然堅聲自己有錯 選擇認罪 指示律師在陳詞那陣 不可以說父親的壞話 大律師為梁家傑利益 仍然在法官提出 梁少被推倒之前的言行 有挑逗梁家傑之言 法官聽取求刑之後 認為梁家傑弄傷梁少之後 一直沒有報警求助 導致他因失救死亡 大律師說梁氏當時說不需要治療 梁家傑低估了他的傷勢 現在已經很後悔了 法官判刑之前 要確定梁家傑之前 有沒有情緒失控 暴力行為記錄 撒取背景、心理、精神科報告 已了解梁家傑的情況 張岸檢後到10月5日判刑 梁家傑期間繼續還勒監房看管 審訊期間 梁家傑的山姆都沒有道庭旁聽 鑑醫就說 梁家傑的山姆已經再婚 還生了子女 不方便離法庭 他媽媽都很慘 背負著很多不開心的事 他現在有自己家庭 不懂怎樣面對兒子 又是被人知道 被人笑 他都曾經去收入所探傑仔 但傑仔不肯見他 傑仔的山姆 現在60歲 在麻雀館工作 平時都會跟朋友講家事 他很保護自己 心事在收藏 他跟我說 這陣子很煩 警察和社工不停找他 為了這件事長期失眠 靠安眠肉絲睡得到 10月5日 法官判文奇收到背景、心理、精神科報告 報告對梁家傑的評價出現兩個極端 背景和精神科報告就說 梁家傑對最限真誠感覺 懊悔和內疚 臨床心理學家就認為 梁家傑的悔意留意表面 他一日工作壓力導致自控能力低 講到父親死亡一陣 都曾顯露笑容 覺得是一種解脫 心理學家認為 梁家傑可能有潛藏的精神問題 這一點是跟精神科報告不符合的 另外大律師表明不接受心理報告結果 請求法官不可以以心理報告判斷梁家傑 大律師按法官呈交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讚寫求情信 大律師說 黃毓民寫信之前 陳姜的收納所探望梁家傑一個小時 法官說 黃毓民在這案之後 才接觸梁家傑 對案件的認識都是來自梁家傑說的 黃毓民的求情效用實屬有限 法官說三文報告書有分歧 心理報告只是佔極少比重 梁家傑自認沉迷換手機和玩網上遊戲 引致欠債 案發之前不假個月 還買了新電視機 大律師對此作出解釋 梁家傑只不過在大約10年前 剛剛工作才這麼揮霍 只有已經改了身為習慣 但始終未能還債 換新電視都是為了給梁少看賽馬節目 法官聽取求情之後判刑 這案件是悲劇 父親失去性命 而只失去父親 付出自由代價 梁家傑無案 打起頭沒有暴力紀錄 有正常工作 無不良嗜好 相信她個性平凡 但因為衝動 醃成大錯 縱使這樣 這類錯手殺人罪行 仍然需要阻嚇 梁家傑打傷父親之後 沒有即時求助 令案情更嚴重 判入獄四年 鑑依聽判之後 在庭外說 傑仔細細個 缺乏關愛 形成很怕三寶人 頭有輕微自閉性格 很少說話 她人又純良 又抵得想 很肯幫人 不怕虧底 我們個個都很疼她 她做清潔工 經常被人找笨 人家叫她做什麼 她就做什麼 做完人家那份 有時人家欺負她 不給紙皮錢 她又不敢出聲 給20元叫她搬家居下樓 她就照做 她做事很勤力 電梯壞了 就走樓梯 爆風球 一樣照開工 她身上沒有一樣東西值錢 手機又舊又殘 她喜歡玩電腦 那部電腦都有人給她 她的衣服穿到藍 我買衣服給她 她都不肯要 我們有時撿些新鞋給她穿 買衣服就說謊 說去撿的她才肯要 今早早 我特別為傑仔拜觀音 和傑仔唐興雅信 和兩個朋友到庭 抵達之後 合十祈福 千萬不要重判 一定要去大埔纜過 我真的很擔心 直到判決之後 才放下心頭大石 計算假期 再多一年半左右 就出來了 聽請梁家傑搏 今次遊戲的陳元武就說 她身世很可憐 所以比較自卑 每逢時節 都叫她來我家吃飯 讓她感受家庭溫暖 她為人很勤力 很愛心 連流浪貓仔狗仔 她都照顧 怎會殺人 可能她自小 沒什麼人關心 所以很孤獨 寂寞 我們跟她玩 跟她聊天 她經常都黏著我們 少少東西 已經可以哄到她很愛心 她永遠沒有遲到早退 會在自己日曆仔 記得客人 下次換成遊戲的日子 事發當日 她都打電話回來 說下 爸爸暈了 要陪她去醫院 下午應該上班 發生這麼大的事 都這麼有交代 真是很難得 杰仔環仔期間 寫十幾封信問候我 我很感動 她很關心我 問候我三個女兒 我當她是親人 現在判這麼重 我心腦不舒服 杰仔逐育之後 我重新請她 梁家傑同社 爸爸鄭伯說 我兒子有兄道弱智 兒子不嫌棄 跟他做朋友 他人有禮貌 又乖又純品 我不信他會殺人 可能借一時錯手